世界各地都有這個文森的文化嘛 我們不要用刺青這兩個字了 我們用tattoo這個字 T-A-T-T-O-O 它的原始意義應該是說 打擊記憶過程 對我來說 它應該是寫日記的方式 這樣是對的還是這樣是這邊才對的 是看你唷 我找到三條雞肉 你看看你應該想要哪一條 被我幫你抓 這樣講看前面 看前面 其實我的工作方式啊 因為我沒有圖案的 我需要客人自己去做功課 我會去看你的內容之後 然後再問你想要放在哪裡 我會告訴你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一直都說我只是一個執行者 我在執行東西的時候 我有我自己的美感在嘛 怎麼幫你排列到 看起來順眼漂亮 我覺得那個才是我的責任 而不是真正說 你聞這個要幹嘛 為什麼要聞 我不大可能 聽了你的故事以後 還邊聞邊流眼淚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情是 你自己去賦予意義的 大概十幾二十年前 幫人家聞那種愛的見證什麼 我覺得很蠢 但事實上 這樣子工作經驗 跟我接觸的人生的感受之後 我發現 因為人真的投入的時候 都會灑那麼一件事情的 所以現在這樣的人找我 我就說可以啊 我幫你弄 但是我希望我怎麼幫你弄 我要先幫你設定在 我可以補救的方式啊 我身上有很多 可能二三十年前 紋身的圖案 我只要看到那個圖案 我就一定是想起 我那個時候的事啊 所以我會覺得它像日記 我總會覺得 如果你要把全身都聞得滿滿 充滿故事的時候 你的人生要走過三四十年以後 你才有可能把每個東西 放在你身上 其實有些東西 有必要再來弄就好了 因為你一生的日記 是要用一生來寫 上台那一兩台吃完以後 那種感覺是 有點像是太陽色一盞 很燙對不對 對對對 Pam button 對 Pam 我覺得其實紋身是一個很微妙的事情 就是 一般人啊 很難跟一個不認識的人 會靜靜地坐在一個 小小的空間裡面 坐一兩個鐘頭 這是非常難有的事情 就做的是這種會有疼痛 也許你以後會講出一些心裡話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的空間很少 所以絕大部分的客人都會把我當作是朋友 在看 對阿 我覺得那是一種信任 可是我覺得馬哥很厲害的是 他可以把 雖然他說得很簡單 畫圖畫像 可是我覺得他有給這個刺青靈魂 而且我發現他很最終細節 之前我老婆一看到小朋友 他說哇他連酒窩都有滾上去 或是那個眼神的感覺 對 紋身找誰紋呢 我身算紋身 其實基本上我就自己紋了 那紋不到就不紋了 自己都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 其實你會信任的人會越來越少 因為你已經知道 賣了搞髒以後是什麼樣有沒有 對所以你會 算了 不紋算了 沒紋也沒差 就這樣 你如果進去找一個人 你就覺得哇看他有夠帥的 然後他身上也好帥 你去找他紋 你死定了 因為他的紋真的不是他紋的 你等一下懂了 這個懂意思了沒有 在我的腦袋裡面 沒有傳承 只有傳奇 傳奇就是 燒眾祭祀 就是他的年代就是這樣 這二十年屬於他的年代 那就結束了 再延續他的 那個也不是他的 已經是另外一個人 你知道嗎